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不见 哪这儿 其实越乱越好 我是喜欢乱 这个是登陆的周久恒 这是这个的 好 大家好 我们先试一下声音 没有问题是吧 是 已经出现了 是 已经出现了 好 大家好 今天是周三我们的七指实战的直播 又跟大家见面了 昨天是一个 就是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 指数走势特别好 各个指数全部都是收了一根长阳线 从盘面资金来看 昨天确实是主力很积极的做多 这个盘面资金也是在 在十点之后吧 十点之后 这个盘面资金是源源不断的进场 所以做多的这个氛围还是很浓的 那从昨天的走势看 似乎有点让我想起了 就是去年的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天 10月9号那个交易日 有点类似的这种情况 那今天既然是这个昨天走势那么强 那么暂时 我们可能就不宜这个看得太空 那从现在的伪卖额上 我们可以就是去复习一下 我们之前的那个关于盘面资金和伪卖额的一个关系 从那个沪深300上 沪深300或者说上证指数 最近以来那个伪卖额去一直 我们以上证指数为例吧 上证指数最近的伪卖额 一直都是在400亿之下 350亿或者350亿之下 那其实在过去我们讲那个伪卖额 上证指数伪卖额 如果在350亿以下 350亿以下 甚至300亿 这个伪卖额其实是非常低的 也就是说抛压特别轻 但是为什么在绝对值 伪卖额绝对值这么低的情况下 这个在放假之前 总是一直都很低迷 这是跟节前这个盘面资金是有关系的 就是在年末是这个资金面比较紧张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约是12月12月的18号开始 18号开始对盘面资金就比之前少了几百亿 那就是说这个资金面特别紧张 所以在伪卖额很低的情况下 因为也没有就是没有资金这个来进场做多 所以走势一直都是在一个低位横盘的 就是一天阳线一天阴线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那昨天确实是看到了盘面资金的进场 大概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从那个维卖额的绝对值上来看 目前抛压不算是就是的确不算重 但是这个还是要跟这个盘面资金的进场有多少 它是有关联的 那我们如果说去看这个护生三百的话 护生三百昨天的盘面资金是 大约是1600多亿吧 1600多亿 护生三百亿1600亿的盘面资金 就是或者说或者或者以它的伪卖额来说 我我来看一下 我也得记不大清楚了 我们一起来看吧 这个是护生三百 那个看一下它的伪卖额 在28号以前 伪卖额是260亿 大约是260亿 以最高值来看 260亿的伪卖额 这个在护生三百上来讲 基本上就是接近就是最低了 那最高护生三百的伪卖额是多少呢 是在380亿到400亿 那那目前就是昨天和就是最近两个交易日最高是310亿 那300就是以300亿的伪卖额 护生三百的盘面资金应该是需要1700亿到1800亿的 以护生三百当前的310亿的伪卖额 它需要1700到1800的盘面资金 那昨天的资金呢 是在近几天当中 昨天的资金是最高的 那昨天的资金均值是多少 是1648亿 也就是说 以当前的抛压来讲 这个盘面资金确实比节前要比年末要多了一些 但是呢 资金依然不算是太多 这个是我们就是在目前市场当中 我们先大概的需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盘面资金有的是多是少 它不是一个单独去独立的去看这个资金的多少 它是要与这个伪卖额 伪卖额也就是说 你你有多少的抛压 需要多少的资金来承接 那么防守这一方 它是属于一个中性的 所以目前来讲 防守依然算不上墙 这是以护身300为例 好我们先看一看 现在指数已经 护身300高开四个指数点 上证50高开五个指数点 上证指数是低开不到一个指数点 深城值高开三个点 创业版几乎平开吧 中正500是也是平开 基本上平开 那中正500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中正500最中正500的伪卖额 它是在100亿到290亿 我的这个统计大约是从最近就是最近一年吧 最近一年它大概的这个最高值和最低值 那么最低值也就是说抛压是很轻的 那最高值就是抛压特别重 那100亿到290亿之间 最近几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抛压是多少 大概大约是在170亿 170亿中正500 170亿的伪卖额大约是需要1100亿的这个资金来承接 1100到1200亿的盘面资金来承接 好开盘了 现在中正500开盘的资金是1000亿 护士300的资金是1780亿 资金比昨天开盘都是要高一些的 今天开盘的资金比之前开盘的资金都要高一些 上正50也是的 上正50的资金今天开盘是680亿 资金是很强的 从开盘看到的资金 好看一下上正50它的这个伪卖额 它今天的上正50的伪卖额在100亿就是相当重的 那么看一下它它今天的伪卖额是上升的 从开盘来看伪卖额是上升的 买盘资金也是略微增加的 但是相比抛压的增加和买盘的增加 似乎是这个 卖盘增加的更多 再看一下护士300 护士300也是同样如此 那就那就是从防守这一块来看 卖盘是明显的增多 买盘也有增加 上正指数今天的资金非常高啊 3000现在目前是3400亿 有这个从这个操作的方向上 现在目前上正指数是低开的 同步系数目前在0.3之内 在0.3之内也就是说同步系数很小 暂时这个方向还不是方向不是太明确 没有方向性趋势性不强 现在主力等级是C级 也就是说暂时从刚开盘通常是看不出市场方向的 这个主力是主力是主力是没有 不像昨天 昨天一开盘主力的评分是正一分 资金非常高啊 资金非常高 在资金高的时候 我们市场就是有钱 通常就是就能涨 缺钱 那就很难上涨 可能就会下跌 那目前从开盘的盘面资金上来看 资金非常强 所以目前在操作方向上 所有指数所有指数的盘面资金都是增加的 盘面资金增加 不要这个在操作的方向上 不要考虑 目前是不要考虑开空的 护生300的盘面资金现在是1900亿 刚才说过了 就是以昨天的伪卖额 一百三百一十亿 三百一十就是三百亿的伪卖额 1800亿的资金是够支撑的 那今天的资金现在有多少 1900亿 所以有资金的支撑 那么对这个指数是很难下跌的 目前抛压也比较重 就是这个抛压是负分 抛压是在前两天的基础上 有继续的增加 但是目前资金也有不够的支撑 暂时主力目前是零分 所以当前应该是多空能量是对等的 看一下摩排 有色 地产 煤炭 银行 钢铁 化工 煤炭都是昨天 都是涨得非常非常好的 今天 现在目前 银行地产 包括资源类的股票 都是板块是在资金流入 现在有色板块是走势最强 现在目前暂时趋势性也不强 但是从操作的方向上 应该是以这个区间交易为主 区间交易 现在中正500 中正500现货主力等级是B级 资金等级是3A级 中正500的资金非常强 中正500资金现在已经达到快1200亿了 从目前现货的三个等级上 中正500的现货上是偏多的 但是7指似乎是有一点空投情绪 我觉得跟昨天和前天 中正500 IC合约有这个就是基差 他们昨天的基差 前天也是的 前两个交易日 IC合约的基差达到了 二三十个指数点的这样的差 这个差距 现在的基差只剩下 基本上是平手了 今年7指有一定的空 从IC合约上看 有一定的空投情绪 这是 互生300 互生300主力等级是A级 资金等级是3A级 也是这样 互生300IF合约也是有一定的空投情绪 这样吧 昨天这个IF合约的 这个 它有的 当时有一个价格是多少 昨天 它就是指数 今天从现货 从现货上 资金很强 那么7指有一定的这个空投情绪 等7指回 最好是等7指回落 回落到昨天的一个关键点位 昨天我在微博上提示大家过 大约是40488吧 IF合约是不是4088 IF合约看能不能到4088到4090到这个价位 再考虑 有开多的机会 IC合约昨天它的关键点位是在6340 那可能在这个6340这里 现在目前从资金上来看 资金 那么多的机会 现在资金很强啊 资金很强 目前不要考虑 这个不要考虑开空 期值是有益的偏空的情绪 是有益的偏空的情绪 感谢观看 现在上证五菱的盘面资金是720亿 现在资金都很强 资金强应该是逢低做多为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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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五百现在目前是在四八到三八 十个点之间牛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IC纽约昨天它的关键点位是在6340 也就是说6340是多空争夺的一个关键的位置 那从当前中五百的盘面资金非常强 6340暂时应该是破不掉的 所以6340现在目前是IC合约的一个很强的一个支撑 现在现在中正五百的主力等约是C级 现在中正五百的主力等级是C级 也就是说目前主力没有表态 然后资金 with 资金 上证指数现在是在继续创新高 上证指数 现在上证指数的主力评分是正的0.5分 空间有限 现在同步系数依然是开盘的时候最高0.25 所以虽然现在目前指数是上证指数是低开反弹 但是空间不会太大 因为从同步系数这里大致可以知道 空间也不会太大 所以如果说有做多 今天到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一个窄幅的震荡的走势 目前三个评分 目前三个评分 主力正0.5分 资金正0.5分 抛压负0.5分 所以整个盘面目前还是被多头控制 多头略占一些优势 但是从同步系数上看 目前又不是没有特别强的趋势 所以在操作上 所以在操作上以逢低做多为主 但是呢 只要遇到爆发 就获利了结 护身300的盘面资金继续增加 创业板 创业板今天走势 这个稍微弱一些 深层子也走得很好 深层子走得好 基本上就大概可以知道 这个那几个就是资源股 应该是走得很好 像有色 煤炭昨天是很强的 今天稍微弱一点 今天是 昨天有色调整 今天有色开始走强 两桶地产 两桶油 这个昨天 今天都是 走得很好 证券 银行怎么跑了 早上 早上这个做多的里边有银行 现在银行又跑了 从盘头我们刚才 就是盘头20分钟 看到的今天是一个 震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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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防守这一方 抛压和资金 相互对抗 主力略偏多 所以是一个略为偏多的震荡式 护生三百 它的最 它的伪卖额是在 200亿到380亿之间 那这 前两天是在310亿 从目前今天 护生三百的 伪卖额来看 今天它有可能会 超过310亿 护生三百的伪卖额 如果 到了 351之上 351之上 那就是 抛压就相当重了 抛压就很重了 上镇武林 上镇武林的伪卖额 100亿 就是 偏重的 我们现在看啊 我们能够 压搜图看到的 这七天 所有指数 盘面资金 都是 近期以来 最高的 看一看 护生三百 现在 资金多少了 两千 2100亿 均值是 2000亿 这是目前IC合约的走势 IC合约上镇武林 现货指数上涨 但是 七指 七指 目前是在一个 还是在刚才的十个指数点里边 区间牛皮 像这种牛皮 就是像IC合约这种牛皮走势 怎么办 那个 从现货上 从现货 目前来看 资金是有很强支撑的 所以呢 我认为 它的 就是 6340 就是突破牛皮区间的 突破牛皮区间的 这个 位置 应该都是可以 考虑对顶开仓的机会 当然从这个 现货指数上来讲 从现货指数上来讲 似乎是以 逢低做多 要更安全一些 也就是说在 6340 附近 6340 到6330 直接吧 似乎是以 现在开谈25分钟 现货指数 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沪深300上证指数 包括上证50 都是在上涨 目前都是在上涨过程当中 现在I合约顶底差10个指数点 IF是17个指数点 IC合约的顶底差不到10个指数点 实际上你看 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里边 特别牛皮 从空间上 空间上不到10个指数点 同时 我们在上涨过程当中 除了 这个是一张 是一张 海盒 涨 是一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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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盘以后一直是单边上涨 那么从刚才同步系数上我们说了 同步系数上涨的趋势性并不强 所以目前来看只是一个震荡式 震荡式那么从开盘 30分钟都是持续的上涨 那么接下来是会有可能会出现回落的 所以今天的震荡式震荡式里边 嗯就是在一个区间震荡 区间不大的一个震荡式里边 操作方向上 也不是说就是这个做空就没有空间 但是呢从目前的只是说从目前的这个资金上 比较强 它也就是下跌的空间也不也不会太大 因为从刚才这个从抛压上也看到了 今天的抛压也是这个逐渐增加的 然后资金也是增加的 那么开盘我们看到指数先上涨 是对今天的做多这个做多资金的一个走势的兑现 那么在盘中抛压的增加也会出现走势 会导致走势会出现震荡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做多资金的状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货指数调整到成本均线是从上证指数调整到成本均线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从操作上早盘是多头先出手 那么从主力评分式到了正一分 主力的做多能量还是比较强的 抛压是负的0.5分 那么指数回调到成本均线的概率式的机会应该是存在的 同性数刚才最高到0.32 依然是一个在0.3以内或者说0.3附近 都是一个震荡的走势 就是趋势性都不强的一个震荡式的走势 中正500的主力指标不强 预备 大家对目前的盘面子看 我们可以互相探讨 发表一下您对今天的走势的看法 偏多震荡 多空都有机会 掌就一个字 然后是做多 就是偏多震荡 爆发对顶 IF多头还有爆发 冲高回落 现在今天说这个冲高回落 首先它 它能不能冲高 目前 目前没有看到 涨跌比为1200 比1700 下跌加速更多 估计会有回落的 下跌加速更多 我们从可能 我们从这个IC上 IC和创业板上 好像看到了 就是创业板似乎今天 是要偏弱一些 七指偏空 等高点开空 上证50的资金流出还能大涨 这个昨天上证50的资金从一开盘 它就昨天最强的盘面资金是上证50 这个是虽然它的资金趋势在下降 但是我们看盘面资金的多少是看它的均值 所以不要因为它的资金趋势下降 就认为它不能涨 它的资金均值的位置高 所以趋势下降是不影响大单 这个做多的 300突然来了好多钱 现在指数是看一下 多头还是很强 但是我是 如果说就是这一波再继续的拉升 这个不建议再追涨了 不要追涨了 我还是建议这个 就是从操作的方向上 操作的方向上是 做多更安全 应该是做多更安全 但是呢 区间交易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没有交易 我现在想起来 再接受它 所以我们下车的控制 可以 我们下车的方向上 我们下车的重量 我们下车的 是 我 我 我 可以 我 你 我 有色回调 地产 钢铁 通信 中国联通也涨了2% 然后中石化 中石油 上海石化这些比较强 现在目前秉图是买入 离买入63亿 卖出32亿 相差一倍 银行 银行又起来了 保险出现调整 半导体光点子 计算机 这个是对中正500和创业板影响比较大的这个板块 和说明的权费 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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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胜300现在是 今天又是上涨了0.75% 创业板起来了 现在目前市场还是被空头 被多头被多头控制 市场是被多头控制 现在是10点09分 目前的抛压已经达到了 昨天10点50 目前的抛压已经是 差不多是昨天10点50 护身300的盘面资金都到2200亿了 2200亿在护身300上来讲 应该是很少 我们看一下盘后 盘后2200亿的盘面资金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过 这是11月24号 11月24号的盘面资金都没有超过2200亿 没有超过2200亿 也就是说指数在当时护身300 护身300 4200 最高点 4200 最高的时候 盘面资金都 没有超过2200亿 现在上证指数 又是一根中阳线了 这边是一根中阳线了 词清楚的 这边是一个人的 同步系数最高只是我一般的看法 同步系数只看它 虽然它现在是到了0.57 但是它全天的最高值 我是锁定前30分钟 就前30分钟的最高值是多少 从上证50上来看是0.48 那就是说上证50是相对 趋势性可能是比较强的一个指数 但是从上证指数来看 上证指数在10点之前 它的最高数值是0.32 所以上证指数今天 也就是一个还是震荡式 还是偏多的震荡式 所以今天还是会有震荡 盘中还是会有震荡 从操作上依然是 可以就是这个缺间交易为主 的方式是最高值的 也是在这一任市场上证指数 的方式是最高值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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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像这种背离 背离防守 防守是零分的背离 可以作为 可以作为这个多单止盈的 可以作为多单止盈的信号 现在主力评分正义分 可以作为这种背离防守是零分的背离防守 这个不要追多单啊 那个 现在目前这个走势 已经 现在目前已经上涨了 护身300 目前已经上涨了 0.89% 指数位置 高 只能说是这个 可以作为 现在目前IF合约是4132点 位置越高 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好的这个止盈的多单的止盈的机会 今天从目前目前指数 护身300是6月高开的 高开跟昨天一样 高开高走 然后是在排名资金和这个主力 共同的这个推动之下 指数 涨势非常好 但是从护压上 一定也会 到目前为止 开盘已经有 差不多50分钟 50分钟都是单边上涨 如果就是越是没有出 就是没有回调到这个成本均线 越往后就越有可能就会兑现这个抛压 负0.5分的这个抛压的这个机会 总之在今天什么时候 那个指数会回调到这个成本均线的位置 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会有 所以我指数位置越高 越不能追多的 反而是可以作为多担止盈的机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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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买入的顶图越来越大 感觉现在跟昨天 现在目前的走势 跟昨天这个十点半以后 昨天十点半以后的走势 似乎就是很类似 就是都在 现在都在抢着 抢着买股 抢着进场 大单也是 资金也是 资金虽然背离 但是资金足够多 阻力的所以上工不限时 震荡可预见 一旦阻力 不再做多 那么指数就危险了 今天指数没有危险 今天资金这么强 今天的指数没有危险 今天会单边吗 现在目前已经走的是单边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现在目前开盘50分钟 指数基本上是单边上涨 但是越是涨得越高 越不能追高 因为抛压也很重 所以这个指数如果是越早的回调到这个均线 成本均线的位置 那么可能就是还有这个好的多的机会 但是越是这样强势的上涨 那么就追高就越是要谨慎 因为这个回调到均线 今天是一定会发生 今天会发生 但是你在早盘这么强的单边上涨 这个在之后什么时候再去出现 这个回指数回落到成本均线的位置的 这个这个时间上 现在目前不知道 所以 所以说这个 今天是一个震荡 偏多震荡的走势 应该是 做空啊 做空从目前这个主力主力指标这么强势来看 还是进还是别做空为好 现在 现在 现在IF合约 现在IF合约已经涨了1%了 刚才是4132 现在是4137 又涨了5个指数点 从目前护身300的四个等级指标上 四个等级是有6个A 6个A一个B 也就是市场被多方控制 我还是这样建议 就是说多单可以止盈 但是呢 开空还是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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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看一下这个IF合约的成交的峰值 它的峰值是在4126年 有一个最长的峰值是在4103 4103 然后再上方的峰值是4126 所以4126应该是它的支撑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这个互联300的盘面资金开始下降啊 就是最怕出现这种情况 那个昨天 就刚才大家有人问说这个IH合约 昨天也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资金的趋势是一路的下降 但是呢 从目前来讲 它的均值的位置是偏高的 它的均值位置高 所以支撑依然还是很强 所以呢 这种资金的下降 暂时对这个指数的影响还不是太大 好 今天那个现在目前是10点30直播的时间基本上到了 那从目前今天的盘面上基本上还是比较明确 就是多财多头战显著的优势 资金 充裕 然后主力偏多 七指在早盘的时候有一定的空头片 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就是当现货强的时候 七指通常它是会跟随 会跟随欠货的方向去运行 所以现在这个IF合约包括IC合约已经从这个当时的-C级上涨到现在目前IF合约是A级 现在IC合约相对来说要弱一些 它的对等级是在正负C级 但是由于它的它的现货指标 它的现货指标这个防守的资金非常强 那么中正500 它也是偏多 它也是偏多震荡 所以如果说在操作上 还有大家还有开仓机会的话 我建议是等到现货上 现货上指数回调到成本均线的位置 然后七指回调到支撑位 刚才IF合约的支撑位 我说了大概是在4126 再往下的支撑位是在这个20到16 那IC合约的支撑位是在6343 它的最大的峰值现在目前是在6343 多谢大家 还有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 这个早盘指数 上证指数是小和低开 然后呢一直是单边的上涨 今天这种单的上涨 不会像昨天 不会像昨天那么强 等指数回调到成本均线的位置 然后那个期指在这个支撑位的时候 去做多为主 今天指数收养也是没有什么悬念 只是说挡幅能有多高 这是IC合约吗 IC合约6390 IC合约6390 应该是一个压力位 最高6387 这个是好 因为我说是在微博 也不是好 这样就算是像那样说的 呢 还是点这些 有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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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琴 没 grande 这就是 转发 在两个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七指什么时候在松绑 这个七指什么时候松绑 这个我就 这个我不太清楚 我们也是在等消息 行 但这个 七指除了日内指标 还要考虑背后中线趋势的方向 如果您能够看 看得到 看得清楚 这个背后的中线趋势的方向 那当然是更好 IF的压力位 IF的压力位 现在目前 IF合约 IF合约 感谢观看 if 合约现在目前还没有 暂时没有看到它的这个 暂时目前还没有看到它的压力位 所以if 合约目前不要不要开空 感谢观看 迷你妻子哪个平台好 这我不知道啊 这个迷你妻子是否安全 这个还是要谨慎一些为好 迷你妻子 我不太清楚 行 那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又卡了吗 我这里没有什么问题啊 IC合约的6390是一个压力位 所以6390这里应该是会要这个就是纠结一下 但是能不能突破呢 这个会不会会不会突破这个不好说啊 从目前的资金和这个主力指标 应该还会反复 在6390这个位置 6390到6400这个位置我觉得会有反复 中正500的资金都1240亿了 1420 然后护身300是2200亿 这个上正50是760亿 这似乎好像真的是跟那个不要钱一样 买股票不要钱一样 所有的钱都进场了 这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到目前为止 IF合约已经上涨了 这个从顶底差 顶底差有50个指数点 IH合约的顶底差32个指数点 然后IC合约的顶底差是58个指数点 现在这个过去我们说 IC合约它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 IC合约的空间已经跟IF合约的差别不大了 所以如果说它们的波动的空间差别不大 那么在操作上 IF合约就更占优势了 因为IF合约的保证金只有这个20% 那么它的保证金开一手是大约不到20万 而IC合约开一手的保证金是差不多将近40万 然后IC合约一个指数点只有200块钱 IF合约一个指数点是300块钱 所以现在从目前来讲 就是近期做IC合约就不如做IF合约 更占优势 更有这个优势 所以我个人也是 接下来会考虑做IF合约 60分钟同步系数的用法 这个在过去在软件上应该有关于同步系数的课程 同步系数是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在这个主秒 主秒在这个主秒图 陈老师他是看这个十秒图的窗口 十秒图窗口同步系数 他是看三分钟 同步系数如果是达到0.4 达到0.4就算是爆发 也就是不管是多头爆发还是空头爆发 就是这个爆发 爆发通常是作为一个这个指引的信号 这个是三分钟 在主秒上三分钟的用法 那么一般我看分时呢 我是会看这个60分钟 看60分钟 60分钟在盘头 就是他的数值也是分为三个档吧 0.3以内是牛皮式 0.3以内是牛皮式 0.3到0.5之间是震荡式 0.5到0.5以上就是有明确的趋势方向了 所以上证指数今天 但是这个同步系数的这个数值通常盘中 盘中我一般就不太去看了 我主要看前30分钟 前30分钟同步系数的最大值是多少 他是支持多方还是支持空方 比如说今天今天上证指数的同步系数在10点之前最高是0.32 然后是指数上涨同步系数上升 说明他是支持这个上涨 那么就是说今天是一个 所以我认为今天是一个略偏多的震荡式的特征 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个人对于同步系数的用法大概是这样 那从这个护生300上来讲 护生300在10点的时候最高是0.38 所以他呢比上证指数这个多头更强一些 然后这个上证50呢 他是0.48就数值越大 就说明他对目前这个趋势方向的认可度越高 所以上证50依然是今天就是最强的一个指数 现在的所有的指数的盘面资金基本上已经都到了 就是我们近期能够见到的最高值 中正500的资金均值1188亿 可以从盘后看一下 11001188亿是是在什么时候见到过 是在11月13号 11月13号10号 11月8号在 还是在这个时候见到过的 也就是说当时指数的中正500指数的 这是1234第四个顶 第四个顶的这个高点的时候 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盘面资金 这是中正500指数 护生300也是刚才我们看到了 护生3002200亿的资金 2200亿的资金就是比当时4260亿最高点的盘面资金还要多 但是是不是资金最多的时候 就是接下来就是最好呢 恰恰相反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就是盘面资金最高的时候 却往往就是在一个指数的一个几乎就是高点的位置 盘面资金最强的时候 以中正500以中正500为例 9月109月12号9月中旬盘面资金是1600亿 那么在这在当时中正500上盘面资金是最高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从现在目前来看是当时的一个高点 随后指数出现回落 那么第二次的资金的一个就是突然的增加是在10月13号1400多亿 那么这是当时的一个M头 一个M头的一个高这个位置 然后再下一次第三个顶大约是在10月26号 那天的盘面资金也是突然就是比之前要增加了就是1000从1100亿增加到1200就增加了200多亿 然后就是11月10号 第四个 第四个头部 盘面资金又是在当时一个最高的位置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就是去思考一下啊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并不是说盘面资金最好的时候 就是接下来就走势就一定会持续的走好 上证指数现在目前已经是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压力位了 呃就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筹码峰 从这个筹码峰这现在目前 最大的这个峰值 大约是在 3375对吧 这个最大的峰值是在3375 今天的最高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说这个就是这个上方的这个套牢峰这个筹码峰要能够要想上向上突破就是必须得 放量突破过去 而且还会有一个确认 而且还会有一个确认 现在目前上证指数就是在3375 你我们可从这个尾卖额谁可以看得到哈33刚才我们从盘后看到了上证指数的呃呃 套牢峰上方的筹码的套牢峰是在3375点 那么刚好今天的反弹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看到因为之前的套牢的人现在目前解套了 他一定是想到我目前解套了我先卖出我的手中的筹码 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的尾卖额半天现在半天的尾卖额已经接近昨天全天最高的尾卖额了 所以这个抛牢是相当重的 那么你抛牢这么重 这个指数要想突破过去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 当然今天的买盘资金也是这个非常强 从尾卖额这个红线上也能看到 今天的买盘也是非常强 盘面资金上 就是指数回调到成本均线的这个机会还是存在的啊 但是从操作方向上呢 尤其是这个IF合约这个就是不要还是不要考虑做空吧 等这个成本均线的位置看一看 当时只要就是什么情况可以就是还在成本均线位置的时候还可以做多 就是指数回调到成本均线的时候 这个大单大单流向和这个主力等级和主力等级不下降 只要他们不下降 那么在这个均线指数回调到成本均线的位置还可以考虑开多 是 抛压很重 但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今天资金也是很强的啊 资金就是你不能单独的去看这个抛压这么重 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资金很强啊 所以资金对指数的回调会有很强的支撑 包括现在目前的这个大单是流入的 然后主力评分是正义分 它都会对这个抛压有很强的这个承接力 呃 行 好的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吧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